英國工黨今年在利物浦舉行的年度大會 主題是重建英國為多數人而非少數 英國預計將在明年3月29號脫離歐盟 期限只剩下半年的時間 但分手計畫依舊混沌不明 自然是在野工黨抨擊的焦點 擔任黨魁一直已經三年的科爾濱 本身就是個對歐盟和自由貿易不以為然的夷歐派 經常遭到黨內反對脫歐陣營的質疑 26號科爾濱在年度大會的壓軸演說明確表示 將有條件地否決沒意的切克斯計畫 並支持二次公投 公黨的脫歐方議員施凱爾前一天在大會中表示 二次脫歐公投應該把留在歐盟列為選項之一 但科爾濱並未在會場上呼應這項提議 反倒是重申了尊重2016年公投結果的立場 公黨的政策是脫歐後歐盟內部市場的地位不變 並與單一市場建立歐洲經濟區的關係 也就是類似挪威的狀況 並要英國接受歐盟的四個自由 包括移民 我正在抗爐因為我懷疑的是什麼事 沒有人選擇了我們現在的逃避 這是非常抗爭的審議 但沒有人選擇了任何種類的抗歐盟 政治人們明確不可以把它解決 我們正在看六個月的路線 百分之千人失去工作 我們有個政府在儲物和醫療 演說中科爾濱也對患黨執政之後 國家裡裡外外會呈現什麼樣的氣象 提出一連串的新政策 經濟方面水電鐵路重新回歸國有 聘僱250人以上的大企業 必須設立完整的員工分紅制度 恢復對富豪增收百分之五十歲率 結束無限制工時 外交則將以和平價值普世權益和國際法為依歸 承認巴拉斯坦國的地位 健保方面到2023年將投注224億英鎊到NHS大學免學費 二到四歲幼童擴大30個小時免費脫移服務 所有小學生都有免費的午餐 科爾濱並提出發展綠色產業 創造40萬個工作機會的願景 I can announce this today that our programme of inve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a 60% reduction in emissions by 2030 will create over 400,000 skilled jobs to ensure that comes about Good jobs Good jobs based here and on union rates bringing skills and security to communitie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at have been held back for far too long and we will go further with plan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o zero by the middle of the century and I am determined that we achiev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can see the damage being done to this country every day by the current government and are brimming with ideas on how to improve our country and are really just itching for a chance to put those ideas into practice 工黨在去年的國會大選 席次增加的幅度創下1945年以來的新紀錄 讓首相美意在下議院痛失掌控權 按照原計畫 英國應該要到2022年才會舉行大選 但工黨正為提前大選積極準備 記者網站報導